第125章 和死结睡时斗玄鬼 二 谢谢连醒来 花城微微分离了唇 似要离开 情急之下 谢连顾不得那么多 双手一抬 搂住了她的脖子 枪被花城吸走的法力 又吸了回来 花城显然没料到 她居然会这么做 一时没留神 法力回流 谢连怕她离开 连忙双手捧住她的脸 翻了个身 把花城压在地上 感觉一股亮亮的灵流灌入体内 顺住喉腔落入腹中 极为温暖 这时 婆际关的小木门枝牙作响 一条巨型青色毛毛虫般的身影 从屋内爬了出来 道 他妈的 是哪个婊子养的胆子这么大 偷东西的毛贼骂 偷到老子头上了还敢打扰老子睡觉 阿提 看老子不 话音未落就看到了关外两个 看似稳得正火热的焦跌身影 那一红一白 还能是谁和 谁 灯时吓得尖叫起来 一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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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城微微举手 原本是要去抓谢连的尖 听她过躁 手势一转 把七戎爱又一声打回了屋里 没有碰的关上 花城这才翻了个身 把谢连压在身下 抬起脸 微微喘气 眼里黑光闪烁 道 殿下 谢连来不及多月 伸手勾住她脖子又拉下来 吸够了法力 呛了一下 再次道 以疑魂大法 谁知 这一次 她的魂魄刚被拉出来 环墨抛上天 就被一道墙挡住了一半 重重弹回了自己体内 弹得她暗了一声 睁开眼 上方的环是满天星光和花城那张危险焦急的脸 谢连坐起身来 抱住脑袋 喃喃道 过不去了 是施青玄死了吗 环是黑水玄鬼加强了屏障 不管是哪种 反正她都末法载到施青玄脑子里去了 就算现在往南海那边赶 也肯定来不及了 现她正然 花城道 殿下 抱歉 谢连望她 花城又道 但是 这是 旁人末法插手 谢连摆了白手 道 你不用道歉 其实 就算我在那里 也末法做什么 用疑魂大法 她只能进入施青玄的身体 然而 施青玄不过凡人之躯 即便谢连能帮她挣脱镂铐 她又如何能在黑水鬼域里 遇纳处的主人抗衡 连逃脱也做不到 缓过了神 谢连迅速重回上天庭的通灵阵 道 灵文 你们出发了吗 灵文道 太子殿下 方才你为什么突然一段事件就陌生了 我们已经先派了一批神官到南海那边去了 齐英殿下回来了 待会你他也会出海 但是黑水鬼域不是那么好进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谢连哑声道 稍后 我跟你们一起出发 也许还能计的点路 不过要麻烦你派人到仆际关这边来接我 灵文道 好的 他现在就来了 谢连一震 回头一看 花城居然已经不现了 而仆际村外走来两个小神官 后面跟住一个个子高高 黑发微减的少年 正是全一针 谢连对他微一欠手 算是打招呼 全一针却不懂回礼 不过谢连也不在意 望亮望四周 为谢花城踪影 知道她是己自己流时间处理这件事 二人和一批小神官出了南海 听谢连建议 特地收集了几十具装过死人的沉甸甸的棺材 以备不时之需 船在水中飞速行了两三个时辰后 海面上飘来了诡异的东西 许多巨型骨鱼的尸体浮在海面上 撞上了船 众神官警惕之心大气 这是要到了吗 谢连却道 不会吧 如果已经进入黑水鬼域 船肯定不能浮在水面上 缓开这么快 可是 这些明显是前天晚上 裴枪军和水师在这里战斗过的遗迹 全一针一直蹲在船弦上 维持住这个高挪度的动作 这时 忽然道 前方有个黑岛 是不是那个 谢连定睛一看 前方果真有个黑漆漆的岛屿 而且 远看的却很像那座黑水岛 谢连微微凝眉道 看起来真的很像 但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找到了 船也莫尘 诸位请先慎重 当心是陷阱 刚越完 他就发现不是陷阱了 因为海滩上有个身影 正顶住太阳 用那一把斩枪杀敌的宝剑 来回画拉木材做棺材 一棚列住三具已完成的棺材 他手上正在做第四具 谢连当即挥手 喊道 裴将军 是裴将军 就是这个岛莫错 大船立即挑转方向 飞速拾去 裴明一看援冰道了 却莫有分毫心细 把剑往地上一插 摸了摸鼻子 郁闷道 你们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在我快做完的时候来 什么意思 权益真道 有人来就不错了 听愿要来救你 大家都默空 裴明一连我不跟你这小孩你计决 专想谢连 问道 太子殿下这是先回去了 你们这船怎么造的 怎么能漂浮在鬼域水面上 谢连道 我想不识船的问题 是黑水鬼域的诅咒已经散去了 裴明一正 随手试了试 居然一剑斩倒一大片树木 法力当真回来了 无欲片刻 摇了摇头 道 早知如此 我何必做棺材这么辛苦 此话不假 他这一夜当真是白费辛苦 做了四个人的棺材 三个人的都没用了 一行神官上了岛 直奔森林中心 密林中的小鬼环莫陷过这幅阵仗 被吓得四下逃窜 而来到林中黑水湖边 并莫遇上那些隐形人 莫有他人法场干扰 众人研究了一阵 中屋破处幻界 湖边铁牢和幽冥水斧都显出了形 一进到幽冥水斧 谢连把那具黑衣白骨收敛好 提在手里便在殿中四下奔走起来 不多时 他便找到了那间大殿 斑驳的墙面上 两个带鞋的铁镣铐已经空了 一具无头尸体躺在大殿中央 鞋已经留钱 一群疯怪人正从那尸体上乱丢东西 众神官进来 那群疯怪人愈加兴奋 裴铭进来后 愣了好半天 才中无感确认这是谁 震动道 水师兄 谢连已知小词事 道 劳烦各位在这里 环游着整座岛上找找 有莫有讽士大人或是尸体 然而 无论怎么寻找 岛上也默现到施青玄的踪迹 挪到黑水玄鬼带走了讽士 诱惑住 讽士已被直接杀害 尸臣大海 血肉喂鱼了 虽然施无度在最后关头发狂 惹得贺旋直接抱起杀人 他死了 但毕竟不是讽士亲手杀的 贺旋还会及讽士换命吗 轰走了那群烦死人的疯子 陪名半蹲屋地 出神许久 叹道水师兄 你一生强傲 却落得如此下场 连你是否明目也不知道 当真是站得越高 摔得越狠 人生百态 样样都逃不过 即便人上卫神 也终归不能幸免 权益贞泽莫那么多感慨 哒哒哒哒地在幽冥水府里跑来跑去 跑过来瞅了两眼 觉得很奇怪 道 他头呢 谢怜道 挤黑水玄鬼拿走了 陪名道 这鬼狱主人和他什么仇什么怨 还有 清玄呢 帝师呢 摩到水地讽三观前辙 谢怜道 那却是天大的仇 天大的怨 帝师大人 要看你问哪个 真的那位在我手里 假的那位 就是他把水师大人的头颅拿走的 什么 谢怜盯住他 轻声道 陪将军大概不知道吧 黑水玄鬼 杏和明玄 文言 陪名脸色微变 看来 对巫师无度所做的事 陪名和灵文大概并不是一无所知 只是 知道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把该上报的上报了 该处理的处理了 在回到普济村时 已过去枪劲整整一日 谢怜不乏危险疲态 等到他回到普济关 刚打开门 就听到七戎的鬼喉鬼叫 狗花城 狗日的谢怜 你们两个真是不要脸啊无操 大半夜的真他妈下死鬼了 瞎了本大爷的狗眼 还不赔老子 一听他满口乌烟惠玉 谢怜马上想起昨晚他和花城轮流 把对方按在地上吸法力的可怕场面 当时莫觉得不好意思 眼下却逃不过了 差点当场摔门逃出去 花城歪在一旁椅子里 一双靴子交叠住放在桌上 一听谢怜推门进来立即放下 顺手在七戎脑门上拍了一掌 把他拍运过去 站起身来 道 哥哥 谢怜点头 反手带上门 越过地上被捆成青虫的七戎 坐了下来 道 谷子他们出去玩你了吗 花城道 嗯 我放出去了 辛苦你了 谢怜道 不 辛苦你了才是 花城笑了笑 须于 他道 我以为哥哥会责怪我 谢怜摇头 道 三郎何必多想 真的不会 其实 这件事 你遇得莫错 旁人的卷 不好插手 想了想 他还是问道 三郎 依你知谢 那位黑水玄规 会对讽事大人怎么样 什么片刻 花城道 我也不知道 黑水这个人 古怪的很 他一个人熬了太多年 莫人能明白他心里在想时吗 莫人能明白他心里在想时吗 谢怜忽然想起来 这句话也是上天庭许多神官 对乌血与炭花的常用凭借 黑水沉舟是从铜炉山中的万鬼厮杀里出来的 而血与炭花 同样也是 赫玄一个人熬了许多年 花城一人熬过的岁月 未必比他少 使黑水沉舟成为今日之黑水沉舟的 使仇恨 那么 血与炭花呢 使花城成为今日之花城的 又会是什么 一瞬间 谢怜脑海中闪过许多 摇了摇头把金枝玉叶的贵人甩掉 整理思绪 道 不过 三郎我不明白 水师偷梁换住这件事 应当做得很厌壁 他门了这么多年 黑水又是如何得知的 如果不方便 你不用回答我 花城道 他都换地盘跑了 假神官也不做了 有什么不方便 愿来简善 黑水死的那天晚上 是无度特地去确认过 谢怜道 因为只有猎物死了 白花真心才挥撞而寻找下一个目标吗 花城道 嗯 黑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他记住了那张脸 后来成鬼 天上地下的人何事知道了些 黑水才发现 那是水神官 弄怪了 这就很奇怪了 堂堂水神官 无缘无故怎会去升官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死的 谢怜道 但这样应该也不会联想到幻命 花城道 所以他才顶替了真帝师混进上天庭 调查这件事 胆子也是够大 谢怜缓缓地道 若非他后来杀了真正的帝师 还卷入了两百多个渔民 也可淡得起一句有勇有谋 花城却道 哥哥 真帝师是不是他杀的我不清楚 不过把那些渔民卷进东海大浪的恐怕另有其人